欢迎大家收看智库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欧洲能够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滋味吗? 为什么世界上的矿工如此吝啬? 有两名已故的异见人士 其中一人重要 而另一人则不重要 拜登对中国政策的微调是受欢迎的 但仍然基于幻想 请大家收看 欧洲能够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滋味吗? 经济学人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死亡 乌克兰日益恶化的局势以及唐纳德 特朗普可能重返政府 是欧洲陷入数十年来最危险的境地 欧洲各国和军队担心美国可能放弃乌克兰 甚至整个欧洲 欧洲领导人正在考虑军事组织和结构的影响 和威慑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 以及军事力量的性质 欧洲还没有准备好应对重建的俄罗斯军队 需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 欧洲国家在招募目标方面面临困难 2014年后的增加开支 几乎没有增加战斗能力 法国和德国在设计优先事项上存在差异 很难就国家军火制造商的合同达成一致 如果美国退出北约 欧洲缺乏必要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结构 来应对与俄罗斯的战争 欧洲需要决定一个指挥结构 并填补其中的熟练军官 为什么世界上的矿工如此吝啬 经济学人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由于投资者信心不足和成本上升 矿业公司对新项目的投资持观望态度 矿业公司在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后的几年里 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投资新项目 尽管利润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恢复 但投资并未增加 能源转型委员会表示 全球经济的脱炭将需要到2050年使用65亿吨金属 相当于2022年全球40家最大矿业公司市值的四分之一 矿业公司正在优先扩大现有场地 并向股东返还现金 而谨慎的投资者对新项目持谨慎态度 目前新项目的回报率约为7% 而美国投资及公司债券的收益率超过5% 成本上升和许可延迟 也使矿业公司对投资新项目望而却步 与此同时 海湾实体和中国公司正在增加对海外矿业资产的投资 有两名已故的意见人士 其中一人重要 而另一人则不重要 南华早报评论版 据记者汤姆 弗迪称 西方媒体对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和美国评论员 刚萨洛 利拉的死亡反应显示出明显的偏见 纳瓦尔尼在俄罗斯监狱中的死亡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国际谴责 而利拉在乌克兰监狱中的死亡 却遭到了沉默 弗迪指出 纳瓦尔尼追随了西方对乌克兰冲突的叙事 而利拉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西方媒体忽视了利拉的分析 并忽略了她的死亡 因为这不符合她们的议程 拜登对中国政策的微调是受欢迎的 但仍然基于幻想 南华早报评论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的赞扬 遭到了缺乏战略眼光的批评 将美中关系矿定为民主与专制的竞争的政策 限制了政策选择 并以意识形态的僵化处理大国政治 这种方法取得了很少的成果 并在乌克兰和加沙的当前冲步中崩溃了 沙利文最近对需要更务实的方法的承认 被视为部分失败的承认 文章认为 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 可能为重制美中关系提供机会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必听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几则新闻 分别是欧洲的自卫能力问题 矿工的吝啬现象 以及对两名异见人士的不公对待 还有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微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和分析 首先是欧洲能否在 没有美国的情况下自卫的问题 近期 欧洲陷入了数十年来最危险的境地 面临着俄罗斯的威胁 和乌克兰局势的恶化 欧洲各国和军队 担心美国可能放弃乌克兰 甚至整个欧洲 因此需要加大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 然而欧洲国家在招募目标 和军火制造商的合同上存在困难 也缺乏必要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结构 因此欧洲需要做出决策 建立一个完善的指挥结构 并培养出熟练的军官 接下来是关于矿工的吝啬现象 矿业公司对于新项目的投资非常谨慎 主要是因为投资者信心不足和成本上升 虽然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恢复 但矿业公司依然优先扩大现有场地 并向股东返还现金 投资者对新项目的回报率持谨慎态度 因为现在美国投资及公司债券的收益率 已经超过了新项目的回报率 此外 成本上升和许可延迟 也使得矿业公司对新项目望而却步 与此同时 一些海湾实体和中国公司 正在增加对海外矿业资产的投资 第三则新闻涉及两名已故的意见人士 他们分别是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尔尼和美国评论员莉拉 有趣的是 西方媒体对于纳瓦尔尼的死亡反应非常强烈 而对于莉拉的死亡却相对沉默 这显示出了明显的偏见 纳瓦尔尼追随了西方对乌克兰冲突的叙事 而莉拉对此提出了质疑 因此 西方媒体忽视了莉拉的分析 并忽略了她的死亡 这种做法不符合媒体客观公正的原则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微调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的赞扬受到了批评 将美中关系 矿定为民主与专制的竞争的政策限制了政策选择 并没有取得很多成果 沙利文最近承认需要更务实的方法 这被视为部分失败的承认 文章认为 特朗普政府的新政策 可能为重制美中关系提供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和分析 我想问问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祝 这里的六度世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六博士是其中的角色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